阔别四年,NBA球星詹姆斯·哈登再度来到中国 8月10日晚,着一身白色休闲装的哈登 亮相于上海十六浦码头举行的品牌活动 现场粉丝热情高涨 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已经三、四年来到这里 所以很高兴来到这里 有很多粉丝都支持我 从新秀时期的洛塞胡 到如今胡须已完全遮挡脖子 在NBA球星中 将胡子作为自己独特标志的莫属哈登 事实上,有不少球星都会在职业生涯中 做出多次造型上的改变 当被问及是否会对自己的大胡子经典造型动刀时 哈登表示,绝对不会 面对现场众多篮球粉丝 哈登说,练好篮球需要日积月累 只有不停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 同时,他还对中国篮球的发展和未来 表示了自己的期待 我们等待在新秀赛球场上的新秀赛球场上 在新秀赛球场上 我认为我们不认为 中国人不认为中国人喜欢买赛球场 像是很死亡的赛球场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更多的努力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的赛球场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